往來高頻的台八十八線高架道路上 在晚間發生一死三傷的車禍 有一輛小貨車是違規 讓四名乘客坐在車斗上面 又被追撞翻覆 導致車斗上有三個人受到輕傷 還有一名四十二歲的男子 飛出車外 墜橋身亡 脫掉車貨爆車禍 抵達台八十八線 東向七點八公里處 已經靠邊停打雙閃防燈 這輛轎車在事發時 就是從後方小貨調查 雙方都有問題 小貨車車斗不能載人 卻有三男一女搭上去 還開快速道路 後方轎車換車道又不小心 撞翻貨車 造成車斗三人皮肉傷 一名四十二歲鴻系男子 摔出高架橋 墜落六公尺 傷重不治 全案依照過失致死罪偵辦 另外貨車駕駛違規在車廂外載客 最高罰一萬八千元 但罰再多都無法挽回失去的性命 記者綜合報導